大家好 我是妙小千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PRB 90分鐘耐久賽 第23站 GTS F150 在來月灣的場列A 這是我們GTS的最後一場 這場人也是有點少 然後才4台車 我甘位 第一個旗袍 維持了緣分的順序 第1彎 Alex碰了一下牽引 上升到第2 第2彎 最後一次排這個大卡車 大概 有一點拉開距離 好可惜我的塗裝 顏色顯示有點怪怪的 不知道為什麼 本體的部分 原本是要做藍色的 這是一般的卡車 讓我偷裝 這是 G24幫我做的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顏色出過來啊 就只有黑色 好 團員在這邊 壓鬧了草 來了一個大甩尾 敲到牆壁 直接上牆 損失了不少時間 前面的車都不見了 尤其在這個地方 接下來是準備大直線 牽引從外側 超過了Alex Alex比較早切入內線 跟我一樣的露線 在那邊第一個玩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從最外側進去 這邊很容易 然後會滑一下的感覺 所以我也都是 提早就切進去了 接下來就進入我們 第二圈的轉彎區 其實我一直覺得這一關 就 它是GTS原創的場地 但是它跟那個 我們之前 PCR 玩的那個 德州的賽道 好像 有點神似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這種原型賽道都長得差不多 總覺得有點像啊 跑起來的感覺也蠻像 在那邊 來 它 Punch 去換 X 這樣應該是有吸到一點尾流 很像 阿 拉 越近 阿 拉 越近 已經 準備轉彎 艾蕾絲切進內線 在彎中跟初彎這邊 艾蕾絲都用了比較完整的賽道 拉近了不少距離 艾蕾絲已經開始重新出現在畫面中了 艾蕾絲在這邊吃了旁邊的草 還好是卡車 對 吃草的耐性算不錯 好像距離就又拉開了 再一次吸尾流 就像這樣子 艾蕾絲 比較慢下去 下的那瞬間就會震一下 牽衣之後會下到牆 影響失誤不是很大 探... 貪經團馬上也要加入戰局了 阿 Badix跟Terry都小小的擦牆 哇 頭腿開到裡面平的那部分 那卡拉車可以開成這樣 一般的話 像賽車 GR4或GR3 這樣子 就覺得還蠻陡的 場人快速的接近Alex 一下子就從 車彎的內側抄了過去 下一個彎是內線 順利拿下內線的位置 下一個目標刺千鷹 人王跟千鷹的戰鬥過程中 當速度變慢的話 Alex說你還有一點機會 在大陸上 第三個 又明顯輪胎削特效 離牆非常的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可以卡穿這樣標籤其實蠻帥的 湯圓已經描述了牽引 隨時可能攻擊 這邊把握住 接下來是一段比較長的 路段雖然不完全直 但他有機會在彎底 湯圓區的內線 進去了 超車成功 從這麼遠 你不要衝進去 牽引無力招架 就這樣被超車了 來到環境區 距離有點拉開了 第14圈 同一個位子 接起來剛剛好 台語已經追上我了 就在我的後面 在那邊 等人加速到最後一刻 從最外車直接進來 拉近了距離 準備從出彎的地方 搶完內線 還有我出彎速度沒有這麼慢 守住了這一次攻擊 怎麼不敢完全開到外側 在這裡 出彎的地方吃了一點草 他就跟得很緊 我手內線 再把這一波攻擊擋下來 下一個彎 當然也是得守內線 我稍微碰了一下桃圓 桃圓吃了一點草 還好沒有失控 速度也慢下來了 我馬上遭到報應 自己撞了牆 台語給我閃了閃燈 洗手外流 我直接往內線開 台語重新回到外側 兩台並排的進入第一彎 繼續並排 台語稍微 往上來一點 又掉下來 又往上 兩台車並排進入第三個彎 第四個彎 誰會在前面呢 下一個彎 我是小彎 我是內線 我成功拿回前面的位子 但是距離太近了 我沒有敢防守 在這個髮夾彎 內線給台語拿去 台語沒有超車 接下來我防了那個內線 成功獨自騰人 這個車很大 要超車不容易 最後一個彎 最後一個彎 進入環境區域 手下的這一圈 手下的這一圈 有人越細的圍流 直線越貼越近 居然在這裡想要從內線 然後又返回 然後又返回 回到外線去 再一次兩台車並排了 通過第一彎 啊是不是很帥欸 第二彎再次他們用非常快的速度 從外面直接切進去 居然超掉了在內線的我 兩個人在接下來的彎處都吃草出彎 兩個人在接下來的彎處都吃草出彎 你們好像有一點小事物速度整個賣了下來 這或許是我的機會 現在為了要加速 直接開到平地上 好 看的人明白 超過去了 幾乎完全超過去了 提完輕輕碰我頭了一下 我在這裡 輕輕碰他太多下了吧 這真的 要不要扣門扣產了 再度拿到冰牌 而且接下来的法家弯的内线也变得到了 这次藤人 成功的 载这个弯 超车了 下一个弯藤人还是内线 整个吃草前进 我走了一个重视出弯的路线 看能不能再出弯做了一点扳回 占了藤人最后一弯的内线 糟糕装到藤人 藤人擦到墙壁 我虽然超回来了 但是分数又没了 当法当王了 谢谢 我们开始重新追击 不知道能够撑多久 刷出了目前的全场最佳时间 赶到这个法家弯的地方 藤人已经重新追上我 而我自己又吃草擦墙 赶紧防守 拳头过了这次危机 第二区段 藤人也是最佳区段时间 可能再一次最佳单圈 需要被刷了 如果把最佳单圈 不知道是谁 重播的时候看不到 比赛的时候才看得到 我已经忘记了 最后居然没有刷成啊 有点可惜啊 现在已经27分钟了 两台车的轮胎应该都已经非常的 磨损严重了 差不多30分钟 会没有 刚好也可以进去换胎 有点可惜 路外好像都沒有太明顯的問題啊 才剛說完 騰人就輪胎抓不住去摸到外牆了 再一次沒有走平地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輪胎的關係 輪胎狀況不好的情況下 我好像可以稍微甩開頭門一點點 就之前的比賽結果來說 我的開發會比較省胎一些 所以狀況來說應該是我的輪胎狀況比較好 但藤原技術比較好 在這裡居然從外側一下就過去了 然後拿到前面的位置 再次被超車大概要超回來就很困難了 我等一下呢 Peter 或許是個機會 不是這一圈就是現在一圈 會進 草原進了 我也進了 CTS的Peter雖然很難抓到優勢 看出來的時候會怎麼樣 這樣嗎 兩台車都在加油 前衣也進來了 討人出戰 我也出戰 接連著出戰 黏在一起 距離縮短 一出戰人第一彎 佔據了內線 超回來啦 雖然能再熟多久不知道 但又要重新回到第一名了 他們又有一次 瞄準這個小彎的外側 準備拿下一個彎的內側 結果連一圈都撐不到 馬上就沒了 出戰人 出戰人 再插一下牆壁 目前它距離還是吸得到尾流的距離 吸著尾流 用更快的速度 切入內側 出戰人 敏色 並排了 第一個彎 再一次 再一次 圓圓稍微在前面一點點 阿 這個失誤的甩尾讓藤原的速度變慢 這次換我在這個小彎 拿藤原的外側 瞄準線發甲彎的內線 又輕輕摸到藤原一下 沒有超市成功 另外交換就像藤原拿回前面的位置 有一次細色圍流 準備進入環境區 這次距離好像比剛剛開了不少 結果就沒能跟上了 結果被拉開 第58圈藤原在這邊 撞了一下 整體來說我並沒有被摔掉 所以我又來了 在這個小彎內側超過藤原 躲下前面的位子 等接下來的彎內線被藤原站去 藤原沒有超過成功 再一次內外交換 前面的是我 最後一個彎我還是繼續守內線 現在等下出彎的時候都會有一點不利 還是不守也不行 可惜在環境區內線被藤原拿下 兩台車並排 誰的速度比較快呢 我的速度似乎快了一些 藤原緊守他的路線 完了我無處可去了 這下糟了這下糟了 準備要轉彎了 藤原還沒有要準 用控了一下 整個往外甩 定義又被塔瑞拿走 塔瑞在這路彎處小滑了一下 出彎之後開到賽道外 但是沒有太大的影響 塔瑞繼續向前衝 比賽一定要接近結尾了 上下五分半的時間就要結束了 在這裡有插到牆 前輩多久藤原才決定進去多換一次台 我是犧牲的時候 進過一次PIT 難怪距離會突然拉近 但是這樣子的話 在最後的幾分鐘 我的優勢就沒有了 被見我爛台 對上後台 再加上原本的全數場 我又是用試不到最後一刻 誰也說不準 藤原居然在這邊吃了一個草 轉了360度 然後還給它轉回來 還是又回到了第二名 現在時間剩下四分半 這距離還蠻遠的 剛剛那樣還好藤原又轉回來 不然 損失時間會更多 好幾分鐘 休息一下四分鐘 這個距離實在是 有點無望啊 一圈一分半的話還要三圈 一圈一分半的話還要三圈 一圈一分半吧 要一圈一分半來兩 absor 唐人馬上要重新追進 踩過一圈而已 這下不妙喔 兩台車的距離還很遠 不知道寫不寫到尾流 但是唐人還是跟著我後面開 快到底才重新切到外側 從最外側入彎 我已經進入攻擊範圍內 整人為了追上我 殺了最佳區段 已經吸得尾流了 特別想要從這裡進攻 鐵太近了 我沒有辦法放鬆 就這樣超過去了 果然比賽快結束就是會特別拼命喔 直接快了 0.5 我 我還跟著尾流 還有一圈 最後一圈 他們進行了防守 又回去 我千斤雷線 我千斤雷線 沒有能達到並牌 我千斤雷線 剩餘的彎數越來越少 剩下三個彎 倒數已經結束 最後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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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獲得了勝利 然後我們這集就差不多到這裡吧 恭喜騰人第一名重現 如果喜歡的話別忘了在下面幫我按個讚 分享出去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比較不會錯過新的影片喔 還有FB粉絲團和LINE的觀眾帳號也可以去追蹤 謝謝大家收看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